原标题 古时候土匪横一条潜规则 不抢进京赶好的读书人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崽 要想过此路 留下满路财 这是古时候土匪管用的话语 在古时候 有些土匪是劫富济贫 有些土匪可不管那么多 只要有钱抢 那就必须得抢 不过 在古时候的土匪界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不抢进京赶好的读书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人觉得 穷秀才 穷秀才 土匪之所以不抢劫他们 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穷 没什么钱可抢 而事实上 大部分人都错了 古时候 秀才的确是穷 不过能有资格进京赶考的 都是中了举人之后 而举人 在当时社会 是非常受尊敬的 所以举人可不是什么穷秀才 而是比较有钱的人 进京赶考的时候 身上也会带着许多钱财哦 既然有钱抢 那么土匪们为啥不抢 这些进京赶考的人呢 首先 古代人比较迷信 认为读书人都是非常高 上了 并且是文曲星下凡 抢劫他们 则是得罪了神明 对自己非常不利 虽然 有些土匪是恶贯满盈 不过面对神明 他们还是存在一定敬意的 再就是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土匪也一样 在土匪圈里 有着很多不成文的规定 比如 和尚 道士 读书人 穷人等 正经的土匪都是不抢的 当然也有一些不正经的土匪 依然会抢劫这些人 其中和尚 道士 穷苦人家被抢劫的例子也屡屡皆是 但是读书人被抢劫的高概率却非常低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能进京赶考的读书人 在朝廷里都是惯好的 如果把他们抢劫了 或者是杀死了 朝廷方面可能会有举动 另一方面 如果你抢劫了读书人 万一他们将来 考取了功名当了大官 不报复才怪呢 不如和读书人士先交个朋友 日后好办事 所以说 无论从封建迷信的角度 到现实的角度 读书人土匪 是不想惹的 不但会得罪神明 还会惹一身的麻烦在身 万一读书人当了大官 恐怕自己的脑坡都不保 福匪并不全是陆林好汉 不过为了自己的未来的发展 和将来的人脉 不抢读书人 自然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